大家好 今天講這隻錶 在一個瑞士錶 稱王稱霸的年代 一定是現在 能夠見到這隻錶 突然間真的是 縮然起勁 為什麼呢 這隻錶真的能提醒我 想回英國製錶 那段歷史 因為其實在製錶市上 英國發覺是早很多 瑞士是真是比較後期 那 Gram其實 應該是跟某個人有關的 當然啦 他的知名度其實不高 其實在大眾的知名度 一定不會有寶機那麼多 那麼高 其實George Graham是什麼人呢 我講講 我不正面講他 我先講講他的師父 George Graham 的師父 其實都是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的人 Gram 的師父 其實就是英國中標之父 厲害了吧 叫做Thomas Tompian 我又講一下 Gram 的徒弟 我講了他的師父 我講他的徒弟 更厲害 他徒弟更厲害 他徒弟就叫Thomas Mutch 那Thomas Mutch 是何許人也呢 你聽過我的話 一定會知道什麼叫做Liver Escapement 槓桿琴重 Thomas Mutch 就是發明槓桿琴重 你說厲害嗎 所以你很想知道 Gram 的地位是有多高 Gram 其實是什麼人呢 其實他跟John Harrison 是同一代人的 那John Harrison 我有一段片都提及過的 就是有一段片在講 Bimetallic Compensation Balance 就是呢 現在我們認為是解決了 Problem of Longitude 一個航海 位 位度的問題 怎樣由 經度問題 不好意思 怎樣由經度去決定位置呢 用一個時間 在那個年代 寶基其實呢 就 未出世的 寶基其實呢 就比較後過他的徒弟一點 寶基呢 就是寶基呢 是小過 Gram 的徒弟 Thomas Mutch 一點點 那都是那一代人的 那就是 那 讓大家欣賞一下這張錶 這張錶很有歷史意義的 這張錶 但是他是瑞士做的 那但是呢 他整個 就是有一個 英國的 前一段的 的 製標的歷史背景 那 Corno Writer呢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Corno 那 我試一下它的Corno 就是在這裡 它好像一個窗型的設計 一個Trigger 那 Stop 也是這個鍵 Reset 也是這個鍵 那 都OK的 那 機心呢 是77 那 這隻77 是我見過 打磨得最漂亮的 那整個 engraving 都很漂亮 這裡寫著呢 有個字 寫著 Watchmakers since 1695年 那1695年 應該呢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 Gram 的出生日期 那 那 那 一隻幾有意思的標 是瑞士做啦 瑞士育啦 那 但是呢 它是跟英國祭標 是有 莫大的淵源 在這個年代 瑞士都未做標的 那 那欣賞一下吧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 好